终于有阿凡达套装了 戴上VR可以让你完全置身游戏当中 私人口袋机器人可以像R2D2一样协助你 所以通过今天的行业一览了解更多吧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来自于Hardlight VR的虚拟现实套装 这个全身套装正在将VR游戏带入到更高级别 让您可以感受和体验到游戏里的一切元素 VR Gear是一个触觉反馈背心 使用振动电可以让您感受到游戏中的情景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拳击的力量 剑的摇摆以及躲避子弹时的刺激感 Hardlight系统可以让您看到完整的游戏头像 不只只是一双浮动的手 套装可以调节 也就是全身的服装都可以调换 有一些游戏已经上线了 兼容的软件开发商可以轻松地为这个VR Gear制造游戏 Hardlight VR目前正在Kickstarter上进行众筹项目 相信很快我们就可以在商店里看到它了 想象一下在你的口袋里面有一个小的R2D2 在日常生活中协助你 好吧 Plan Keep可以做到 口袋机器人会捕捉你生活中的重要时刻 并与朋友们分享 它将帮助你展开一天的计划 更新天气情况 并且可以在移动中使用 该机器人可以语音激活 所以你不需要请求陌生人帮你和你的朋友拍照了 或者说你想让它像GoPro一样捕捉最好的特技时刻 以及进行运动跟踪也是可以的 这个口袋助手可以用来下载音乐 并且支持手势识别 开发人员希望可以集思广益 之后对这个机器人做出改进 所以你的意见也有可能会被采纳哦 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就梦想着可以坐在机器人里面 控制它就像外星人的装载机一样 我相信你们也是一样的 现在一个韩国公司和一位概念艺术家联手 想要构建一个灵感来自于星际争霸的巨型机器人 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操作原型 该双足机器人是完全可分段的 能够行走 并且人类驾驶员可以坐进机器人的躯干内 Marsid-E机器人套装在其脚踝上有旋转接头 可以帮助改变其重量 这一机器人还有许多的旋转接头 可以帮助它移动 像人一样走路 希望最后的完成品可以在各种地形上进行操作 开发者没有给出该机器人的官方用途 但是一旦它完全地运用起来 可能会被用于军事 救援和建设领域等等 在本期节目中你喜欢哪个产品呢 你准备好驾驶Marsid-E了吗 理论一下吧 我是基亚哈里勒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